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我们要学的两个语言规则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一般语文句的读法 这里面 这里面是阿拉伯语的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课本当中这是介绍的 这个十字二十八页 那么在前面其实已经做了一定的介绍了 一提到这heal我们知道语音虚词也是个疑问虚词 用来引领一个一般语文句 然后呢这一般语文句的语调是要向上升调的 那么这里面主要强调就是关于它的读音方面的问题 那么讲了再多这个理论呢 我们还是要看实际的例子 这里面课本呢也是给出了几个例子 我们也可以看哈 比如说第一个例子 可以看到 因为它是一般语文句 大家记住 在突然问的时候一定要有语调性的变化 你是学生吗 肯定是这样 你不是说你是学生吗 你是学生吗 或者说一个肯定很平的 就是在这个交流当中没有一种情感的起伏 会让人猜思不出来 你看你是否在续文 还有比如说第二个 这个表示不同 主要就注意这个 I have是一个疑问虚词 大家只要记住 疑问虚词 引领一般疑问句 无固定的意思 读音为声调 OK了 这是第一规则 我们再来看第二规则 第二规则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二规则呢 叫做多音阶词的重音 提到多音阶单词这个问题 那么大家可能会首先考虑 什么叫多音阶单词 也就所谓的说 每个单词是有不同的字母组成 对吧 我们说过阿拉伯语呢 不单是只有字母 它呢还需要在字母上面配上 不同的这个发音符号 才能够读出它真正的音 那么通常情况下 我们组成单词的时候 一般都会是三个 三个发三个字母 然后与之相配的 三个发音符号 那么这个就表示 是一个多音阶的单词 对吧 跟我们当中通词所讲的 三个以上就算多 两个算一双 一个算单个 这个意思 那么在阿拉伯语当中 这个多音阶词呢 它这个词呢 它都有个语音的问题 对吧 语音也就所谓重音 和英文当中的那个音标一样子的 那么有这么多的字母 然后组合起来 究竟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语音语调来读 它的重音落在哪里 那么它的规则是怎样的 那么就是我们接下来第二个语音规则 要讲的内容 在阿拉伯语当中呢 这个多音阶的这个单词呢 重音可以分为五种 那么这一块呢 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我们要进行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PPT当中 第一种 第一种类型 第一个它说 重点部分我都已经用红色的和红线加以着重了 大家看 如果倒数第二个音阶是短音阶 这里面倒数第二个 通常意义上我们的思维习惯 语言思维行为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从左边向右边 对吧 我们习惯 你看我们现在读中文也都是从这样子的 但是呢 阿拉伯语刚好是相反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说是幼起 这样训练这种思维 我们是从右边这样子读过去的 那么这里面所谓的倒数第二个 那就意味着是什么呢 是从左边数的到左边数的第二个 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记一下 所谓倒数第二个是从左边起 倒数第二个音阶 短音阶 那么短音阶它包括哪几种呢 我们想一想 静音算的 对吧 那么动辅的三个算 其他的呢 不算 那就说短音阶有这四种 对吧 大家可以记一下 那么短音阶 接着重音 在倒数第三个音阶上 OK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倒数是从左边起 那么这边倒数第三 也是只是从左边起 第三个音阶 对不对 那就说 在这种多音阶的这种情况下 重音在倒数第三个音阶上 好 理论再多仍然是空洞的 那么我们还是拿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讲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字母还没有学完 所以呢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如何进行拼读 连写之后的这个单词 所以呢 大家高度 这里一定要高度其中 因为这种规律性的东西 如果稍微错过一点点 或者你走深一点点 可能跟其他规律就混掉了 或者说 这一点你就完全不明白了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一例子呢 它们都已经是组成了 这个新的单词 我首先会把这个单词 它有几个音阶组成 什么符号我都会告诉大家 然后大家在 已有的这种基础之上 我告诉大家的信息基础之上 然后再进行琢磨 它的重音落在哪个音阶上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这个词 catenbank 这个词 这个词呢 是动词写 过去是写啊 写字的那个写 那么它总共呢 是由三个音阶组成 第一个音阶为 开口符 caten 第二个音阶为 开口符 taten 第三个音阶也 没开口符 bem 那么一看三个都是 对吧 短音阶 ok 那么按照这个规律 倒数第二个音阶是谁 taten 对吧 很好 那么重音落在倒数第三个音阶上 倒数第三是谁 一二三 是不是就第一个k上面 所以这个音读起来就是kate bem 你可以看到这kate bem 这k一下子就像抓住了一样 好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这个呢也是由三个短音阶组成 第一个为开口的 daw daw的 我们今天吸取那个daw的那个字母啊 但是因为后面连了新的东西 尾巴不见了 第二个字母 是七尺的 bem bem 第三个为开口的bem bem 那么这个 这个单词呢 也是由三个短音阶组成 好的 倒数第二个音阶是谁 bem 对不对 那么倒数第三个呢 daw 非常好 所以这个词它的读法就是daw bem daw bem 啊 中音在daw上 好再看这个 第三个词 第三个词它也是由三个短音阶组成 它的构成跟第二个是一样的 第一为开口 daw m 第二为七尺 re 第三为开口 daw 所以按照规则 哈 迅速可以判断出来吧 这个中音在m 是吧 所以它的这个读音是m m re do m re do 这样子 好再往下 这个词呢也是由三个短音阶组成 第一个为开口 e se 啊 se 第二个为开口 e 第三个为开口 le 那么它的中音在哪里呢 大家琢磨一下 e 一定是在倒数第三个对吧 根据这个规则 那么这个词读音就是 se le se le 对吧 ok 很好 我们再往下 看这个 这个仍然是三个短音阶组成的 第一个为开口 tow 第二个也为开口 le 第三个也为开口 be 那么它的中音放在 非常好 到时第三个 to上 所以它的翻译就是 tow le be tow le be 好的 最后一个 哎 一看最后一个就跟前面不一样 对不对 那是因为觉得前面大家就一定是找到了一个很固定的规律 但是都是一个三个短音阶的这个词组成 但是事实上阿拉伯语这个组词的时候 无法固定就一定是三个吧 而且可能是很多个对吧 那么这个词它就是由几个音阶组成呢 这个呢 词是由五个短音阶组成 这里面呢 如果大家觉得还不太熟悉 因为还不知道怎么区分 我已经先把这个信息直接呈现给你们 你们如果会怕自己忘记或者是弄错的话 可以在旁边记一下 手头一定要那个要勤快 这个叫什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要多记的 好看这里面 那么它是怎么来区分呢 这五个音阶 第一个为旗齿 一 第二个为静音 屎 第三个为开口 第四个为开口 第五个为开口 好下面我们来看这规则 倒数第二个音阶是谁 左起 一 二 对吧 很好 再往下 重音在倒数第三个 倒数第三又是谁 开 很好 上面 那就表示这个词 因为它倒数第二个音阶是短音 所以它的重音在开上面 它的读音是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模仿着跟我一起来读 我从头给大家读一次 大家感受一下重音所在 可以这样子 你们听到重音的部分在下面画一行 或者画个圈 或者做任何一个记号都OK 好的 那么这就是多音阶单词当中的第一个规律 那么这一句话呢 就是它这个规则呢 就什么情况适用呢 大家注意一个前提 就是所谓的一个先决条件 先决条件就是说 这个单词当中 倒数第二个音阶是短音阶 就是我刚刚说过的静音 加上四个 这个叫动符号 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 在你判断它重音 是否要读倒数第三个的时候 要判断是否倒数第二个音阶是短音阶 这是关键 然后才有接下来的后面的条件出现 好 这是第一种 好我们再看 第二种 如果单词中 只有 大家可以点点 只有一个长音阶 那这里面就考虑到了 长音阶是什么呢 大家猜测一下 我刚刚已经把那短音阶分出来了 那接下来长音阶 长音阶是谁 很好 就剩下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咯 对吧 那就是什么呢 除了低音之外 因为低音它比较特殊 那就是说长音的三个 软音的两个 以及鼻音的三个 对吧 这几个 然后规则是什么 该长音阶要中读 那么很简单 这种读音规则就是你要再看清楚这个单词的组成 它总共里边有几个长音阶 如果只有一个长音阶 OK太简单了 重音就在它身上 毋庸置疑 别的不需要考虑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还是看这个 这个词呢 总共也是由三个音阶组成 那么第一个呢 为长音阶 第一个 为长音阶 开口的 第二位短音 启齿 第三个位 笔音符 合口的 笔音符 笔 大家会考虑的 最后这是笔音的 大家先不要着急 接下来 慢慢的规律 我再给大家细细讲解 那么这里面 大家觉得有几个长音阶 两个吧 最后一个还是呢 这个呢 暂时有所保留 先记住我 我所说的 那么真正的长音阶线面 线面就是这第一个 TAL 对不对 TAL TAL 这个音 好 那么这个 暂时我们保留 好不好 嗯 好的 再看第二个 也是由三个 长音阶组成 第一个为开口长音 那三个音阶组成 第一个为开口长音 TAL 第二个为齐齿短音 T 第三个也为合口 合口笔音 WUN 好像跟前面一样哦 好 我们暂时保留 好 再往下看 下面这个单词 也是由 三个音阶组成 第一为短的 开口 三 第二个为长的 开口 L 第三个为合口笔音 WUN 哎呀 糟糕啊 好像这几个好像都有这个 叫什么长音和笔音呢 哦 真的是啊 怎么办呢 怎么会 这样子呢 是不是一下子晕掉了 他说只有一个长音阶的耶 嗯 的确是值得考虑一下 已经看了三个了 看来的确是有点东西需要考虑 好的 大家先跟我一起看第五个规律 啊 我们跳过前面 看第五个 长音阶在词位时 不中毒 啊 看到这句话了吗 长音阶在词位时 不中毒 OK 我们回来 看最后面 前面我们刚刚讲的三个例子 这个哈 最后一个词上面都是有这笔音的 然后也是就是属于长音阶的 那么加上第五个规则 那表示整个这三个词 长音阶只剩什么了 对 只剩一个了 对不对 那么第一个就剩第一个 偷 第二个剩第一个 开 第三个就剩第二个 来 很好 那么这一下子 这样第二规律又解决掉了 那么通过这第二规律 我们一下子就能够记住两个规则 那么就是说 长音阶在一个单词的末尾时 是不中毒的 那么在一个单词当中 即使末尾有这个长音阶 或者是什么什么 也不用管它 也只当这个单词当中 只有一个长音阶 好 那么这三个词的重音怎么读呢 啊 大家跟我一起来读 感觉到吧 那个中音 好的 知道了这个规律 我们再往下看下面的这个三个 第一个词 答这个 这个第四个 它呢也是由三个音阶组成 第一个为开口 短音 开 第二个为启齿 长音 第三个为鼻音合口 OK 那么大家告诉我 这一个单词当中 只有一个长音阶 它是谁呢 啊 是不是就中间的这个东东啊 对不对 这个长的 所以这个词它的读音 就在这个 怎么读呢 Karimun 是吧 这个就是那个重音在 上面 所以读音是Karimun 好 再看第五个 这个词 也是由三个音阶组成 第一个 开口 短音 Karimun 第二个 合口 长音 Suu 第三个 合口 鼻音 Mun 那么 对于这个单词 长音阶在哪里 Suu 对吧 嗯 那么它的中音呢 也在Suu上面 所以它读法是 Karimun Karimun 感觉到了吧 好 最后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 它总共有三个音阶组成 第一 合口 短音 Suu 第二个 软音符的第一个 Hai 也属于长音阶 第三个 合口 鼻音 Lun 那么这个单词当中 它的长音阶在哪里呢 对就是中间的这个软音 第一个 也就是长音阶 Hai 对吧 那它的重音就是读在这里 读法呢 怎么来读呢 就是 Suu Hai Lun Suu Hai Lun 这边 大家注意 重音 它表示重点 就像打鼓 要动 敲在那里 而不是 Tai Tai 比如说 我们之前学过那个古典 比如说肚皮股当中 它有很多种 很多种不同的 骨拍 节拍 比如说有一种 首先它有一种方法 叫 Dong Tai Tai Dong Tai 那是你的Tai 就是所谓他们说敲鼓 敲在了 不是正中央 正中央的部分 而是敲在那个边缘 所以它声音是脆一点 而且会轻一点 这样子 Dong Tai Tai Dong Tai 还有另一种方式 Dong Tai Tai Dong Dong Tai 那么可以 Dong Dong 怎么感到它的重音在哪里 对不对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跟音乐当中是一样子的 我们说语言 其实也是一种说着的一种音乐吧 说着的一种旋律 那么它也要有它重的地方 也有它轻的地方 那这样子听起来才会让人觉得 比较合合我们的叫做语言规律 是吧 否则会觉得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上下起伏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像机器人一样子 好 那么我来整合一下这个第二个规律 我来读一下所有的这些例子 然后大家把重音部分就横线或什么来标出来 好的 好的 大家是否已经听出来呢 这个重音部分呢肯定是一开始比较陌生 如果大家第一次就是比如说听我讲解之后 还是没有记得清楚或没有听清 我建议大家可以反过来继续再听 不要觉得麻烦 因为反复听的时候会不断的加一次又一次的加深 加深印记中很快慢慢就找到这个规律了 好的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规律 刚刚说了 要么单词当中倒数第二个是短音的 要么单词当中有一个长音阶的 那下面了 下面我们再往下看 那是否单词里只有这样子呢 不是的 看第三个 如果单词中有两个以上的长音阶 长音阶多了对不对 最后一个长音阶中度 最后一个长音阶 这个又出现了 大家通常意义当中最后一个是从哪里 从左边就是开始数到右边 但是请大家切记切记我们阿拉伯语啊 偏偏就是想跟你玩 这叫什么逆向思维啊 我记得之前看过那个单词男女当中的那个 郑顺文就是所演的那个 他就习惯逆向思维哈 那么就是这个 他要的是逆向思维 是什么 最后一个表示是从左边数 最后一个 大家记住记住 左边数最后一个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例子 第一个例子这个 大家记一下 这个词呢 总共由四个音阶组成 第一个 长音阶开口 头 第二 短 齐齿 利 第三 长音阶开口 第四 第四 长音阶和口 符笔 笔音吐 因为我们之后就是刚刚已经知道了这个长音阶在词里是不中毒 所以 这个基本上在最后一个这笔音的就被我们给忽略掉了哈 中音跟它没关系啊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词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四个音阶当中有两个音阶 那么啊 这里面就强调一点了 这个两个以上 它表示的是什么 包括两个 对不对 大家这里记住 因为通常我们数据里面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两个以上可能说不含两个 那么这里面值得是两个以上是含有两个的 那么这里面 这里 读出来就是 他利贝 腿 他利贝 腿 这就读出来了 那么说了 这个有两个长音阶 一个是 他 一个是 那么 中音放在最后一个长音阶上 我们从左边开始数 第一个 腿 不管它 第二个 OK 它就是最后一个长音阶 所以中音就在它上面 所以读音就是这样子的 Tolibetum 感觉到了 B 这个音上面 Tolibetum 中音在这里 OK 我们进往下 Go out 看第二个 这个词呢 是由三个音阶组成 第一个 长音阶 开口 Song 第二个 长音阶 河口 B 这三个 鼻音河口 Noon 好的 这个单词呢 就相当于是 有 什么呢 去掉 不看最后一个 这个长音阶的 有两个长音阶 那么它最后一个长音阶 落在哪里呢 就是它 看我 不断地向大家进行着 提示 是不是 就在一个 B上面 那么 这个词 它的重音在 B上面 读起来 就是 Sobunun Sobunun 感觉到吧 这是很重的 OK 我们再去Go out 看第三个 第三个感觉比它们 之前长一点 那么这个词呢 它总共有 五个音阶组成 好 第一个音阶 短音阶合口 Mu 第二个音阶 短音阶开口 Dai 第三个 哎 这个音阶 这就是叠音阶了 叫叠音了 R R R 这个 那么 第四个 为 长音阶合口 Su 第五个 为鼻音合口 哎 好的 那么这里面 大家就会好奇了 这个 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 比如说 之前里面 我们可以去掉 最后一个鼻音阶 说前面还有两个 那么它这好像 看似只有一个 苏是长音阶 那是不是应该 迎合上面那个 叫什么重点 重音就在苏上面 啊 大家这样考虑的 其实 我想 接下来 还要告诉大家一点 就是 虽然我们将 这个 这个长音阶的 这个发音方法 分成五类 但他们彼此 之间并非是完全 对立 无交叉的 它们之间是 可以有存在 交叉性 比如说 这个词 啊 这个词 它的重音 我们怎么来找呢 啊 这个时候 最后一个音阶 是鼻音合口 是长音阶 对吧 那么 苏又是长音阶 那么我们可以 总共来说 这个单词当中 有两个长音阶 然后 还有一个叠音阶 对吧 那这里面 这个规则之下 他并没有讲它 所以我不管 所以我认为 它的重音在 倒数 第一个长音阶上 那变成了 怒呢 对吧 那又说了 长音阶在 七位是不可以争读 啊 我们那就说 那就只剩一样 这个酥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 就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注意的问题 回到了 回到了上一个 第二个规律 大家再看一下 单词中 只有一个长音阶 该长音阶 要中毒 OK 回到这里 咦 好像是呢 是不是 去到了 不关注于最后一个这个长音阶 因为它 此为不正读 那么长音阶 只剩下酥了 那是不是重音阶在它身上 我读一下 大家听一下看 看感觉 OK 对不对呢 那为什么我还要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呢 为什么要放在这个位置上面 因为用这个位置进行解说 同样是说得通的 来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单词呢 总共加上末尾有两个长音阶 因为末词的长音阶不能够中毒 所以末就变成了最后一个长音阶 第三个规律OK 是吧 那么如果我要是回归到第二个规律当中 似乎也OK 为什么呢 因为最后一个长音阶既然不读 我就把它默认为 算是一个被排除在外的 不考虑的一个长音阶 那么整个单词只有一个被认可的 对吧 被认可的长音阶 那么重音就在长音阶身上 好 那么它这个也是成立的 好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词其实非常非常好 值得大家仔仔细细的捉摸捉摸 有些词它就是说 就是一个词学上有多出身份的感觉 可以分身的感觉 好 我们再看第四个例子 这个词呢 总共由四个音阶组成 第一个音阶为短音和口 酥 第二个为静音 嗯 第三个为长音和口 酥 第四个为长音阶 鼻音和口 酥 那么这个词同样的这个规律 看一下 它总共有几个长音阶呢 有两个 那么我们知道之后 长音阶在词尾不能中读 那么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那么这个最后一个音阶落在了 嘟上面 对吧 所以它的重读音就是在嘟上 读起来就是 寸嘟滚 寸嘟滚 这个样子 没问题对吧 好的 我们再往下看 看最后一个词 最后一个词呢 是由三个音阶组成 第一个为短音和口 突 第二个为开口 长音阶 第三个为 和口 鼻音 长音阶 那么它跟前面这个规律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告诉我 它的最后边这个中读的音阶在哪里呢 大家想一想 开动你们的头脑 就是在这个 上面 对不对 很好 所以这个词读起来就是 突 勒 勒 突 勒 勒 好的 那么从头呢 我再为大家读一下这几个例子啊 大家再感受一下这个 这下面这个 这个第三个规律当中的特色 好 我们来读一下 感觉得到了 对吧 好的 既然呢 一开始 第一个规律是什么 倒数第二个音阶为短音阶 第二种规律呢 是说 整个单词只有一个长音阶 第三个规律是说 单词当中有两个和两个以上长音阶 那么下面第四个规律是针对哪个音呢 第四个规律是针对叠音的 大家看一下 单词当中有叠音时 叠音前面的音阶重度 OK 好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 好 第一个例子 这个单词呢 是由四个音阶组成 第一个音阶为和口短音 第二个音阶为和口 第二个音阶为开口短音 第三个为叠音 第四个为和口鼻音 那么既然这个单词当中有一个叠音 所以按照这个规律 它前面的音阶要重度 前面的音阶是谁呢 啊 前面音阶就是代 记住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思维方式倒过来的 对不对 倒过来的 倒过来的就是说 它的钱是相对于右起的 从右边来算的 就是属于这里 那么是代 所以它的重音就放在代上 读起来就是这样的 moderation moderation 大家不要觉得上面是重音啊 因为它本身这个音是叠音 所以听起来比较重而已 但是事实上真正的重音是在代上啊 moderation 这样子 好 看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音阶的构成跟第一个是一样的 我就不细说 大家私底下自己进行划分 自己进行划分 也是四个音阶 跟这个刚刚所讲的音阶化分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重音就是在这个叠音的前面这个词上 读起来是这样的 mumaridun mumaridun 啊 这样子 好 我们再看 这个第三个例子 这第三个词呢 是由三个音阶组成 第一个音阶呢 是短音合口 mu 第二个音阶为短音启齿 g 第三个被跌音 好了 那么按照这个规则 跌音前面的字母是 就是音阶是g 对吧 那就表示它的重音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根据之前所学的 这个d 啊 这个d 这个字母呢 它属于三音字母 所以在读这个谍音的时候呢 规律就是 它本身的静音不读 稍作停顿 然后再读出后面这个和鼻音和口符 dun 所以读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muji dun 嗯 好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稍微长一点哈 就是为了训练大家 让大家能够更好的 就是更加确切的了解更多的这种单词的听读方式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成功用几个音阶组成 首先啊 大家记好 它是由五个音阶组成 第一个为短音起尺 i 第二个为静音 s 第三个为短音起尺 t 第四个为短音开口 pr 第五个为跌音符 啊 还是d的这个跌音符哈 所以呢 它的重音就落在la 看是谁呢 很好 就是在这个pr上面 所以读起来的事是这样子的 大家注意 istira dun istira dun 就是这个词 好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这个例子 这个单词呢 总共有也是五个音阶组成 好 第一个音阶为短音起尺 i 第二个为静音 t t 第三个为短音开口 me 第四个短音开口 i 第五个 啊 又跌音符 啊 这个 因为字母 n 这个字母呢 它是属于 它不属于三音字母 所以就是另外的那个 所以它的谍音读法的规则呢 就是先读这个字母本身的音 n 再加上这个字母上面所带的音 就是n 就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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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么 根据这个规则 这个重音该落在谁的身上呢 很好 在谍音前面这个音节上 就是i上面 所以它的读音就是 i上面 n 啊 看一下 i上面 这样子读 i上面 好的 那么下面呢 我还是从头给大家读一次 啊 大家注意这个重音的位置 mudarrison mumarridun mujidun istiradun i上面 好的 到这里为止 我还有一个点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看第三个 规律当中 第三个例子 mudarrison 这个 哈 也有个谍音 对不对 但我们刚刚上面 为什么没有用第四个规律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刚刚也说过 虽然说 比如说刚刚 我拿到这个词 可以用在第二个规律 这个规律当中 比如说只当有一个长音符 然后呢 或者说 我直接也可以用在第三个规律当中 但是我说这个 它也能用在第四个规律当中 答案是否定的 不可以 原因在这里 原因就在于大家关注一下 适用于第四种情况下的这种存在点音符号 然后重音在点音符号前面的音阶 看一下 所有的音阶有长音阶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可以告诉大家 也就表示说 当一个单词当中 不存在长音阶时 但是有叠音的时候 它遵从于第四种规律 就是依据 叠音阶 它的这个规则进行中度 如果 一个单词当中 有长音阶 无论它是一个或两个 或者三个 以上 那么它的规律要遵循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 对 有长音阶 同时还出现叠音的时候 我们要遵循于长音阶 存在长音阶的这个规则 也就适用于二三 而不再适用于第四个 这里面大家要注意 可以理解叫做说 就像它们不同的音阶之间 有一个权力上的划分 那么可以讲长音阶 它的权力就远远大于叠音阶 这个意思 这里面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笔记 这里面要注意 注意这个问题 好的 最后一个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并且在前面已经运用到了这个规律 长音阶在词位是不中读 那么这个呢 简单来讲 不中读之后的结果是怎样的 不中读呢 还有一个规律 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 比如第一个 N 我是吧 如果要是让它中读 就变成什么样的感觉了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比如说我在说话 比如说我叫 我叫那个叫 然后我就 正常说法是 那如果我要是很脱离带 像把这个木尾的这个长野读出来 别人会觉得什么 你在思考自己的名字是什么吗 难道不知道该怎么说出来 那么或许呢 这阿拉伯人就是有这样一种顾虑吧 所以呢 当这个 这个叫长音阶的词 比如 那 就是长音阶词 在这个单词的末尾的时候 自动在读音的时候 变成短音阶 读成 而不是 而不是 这里 比如第二个 也是 湖南 而不是 湖南 而不是 第三个 也是 这个样子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问题 就前面 前面呢 我们已经有过对话 但是刚好在这个语法的部分 进下这样的一个细致的读音的解释呢 会为大家之后这个学习语法 会有一定的帮助 记住了 这三个 那么接下来剩下这三个例子 都是什么特点 就是末尾这个字母 末尾的这个音阶呢 就说 这个单词上方呢 是这个 鼻音符号 鼻音符号的合口 就是BUN 你看BUN MUN 这样子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 它这个末尾不中读 比如说 第一个这个 第一个音 它是由两个音阶组成 第一个为开口短音 第二个就是这个 那么既然它不中读的情况下 就相当于是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两个短音阶 对不对 那么两个短音阶的规律 我们要怎么做 还是咨询第一个咯 第一个因为它说了 倒数第二个音阶是短音阶 我们再看一下 倒数第二个音阶 从这边数 那就是A上面 对不对 倒数第三个音阶上面 在这上 那么没办法 我这个没有了耶 那么很简单 既然是两个 那么正读就是放在了 这个倒数第二个音阶上面 或者说第一个音阶上面 所以它的读法就是 ABBUN ABBUN A这个音是非常重的 我们再看这个 倒数第二个这个例子 这个 它是由三个音阶组成 然后第一个呢 为短音阶 齐齿的 K 第二个为开口长音阶 它 第三个为鼻音 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 末尾这个鼻音阶 这个 对这个 鼻音 鼻音符呢 这长音阶 我们不中读 那么整个单词 这个单词当中 相当于长音阶 只剩下了 TA一个 对不对 所以它可以遵从于 第二个规律 只有一个长音阶 该长音阶就要正读 接下来的读法就是 KITTABUN KITTABUN 这个样子 好的 第三个规律 第三个这个 就是最后一个这个词 这个例子呢 跟倒数第二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总共呢 那由三个音阶组成 第一个呢 是短音阶开口 SA 第二个为长音阶开口 LA 第三个也是鼻音和 KUMUN 那么既然最后一个 长音阶不中读 OK 那就属于只剩下一个 对吧 LA 那么中音就在它身上 所以读法就是 SALEMUN SALEMUN 当然我这里多说一句 这两个词的读音方法 也可以用第三个来经济读 这个呢 前面我也有 就是类似的例子呢 给大家简单讲过 大家可以私下里面思考一下 就是如果用第三个这种 读音方法的话 它是怎么来读的呢 好 最后一组 我再从头把这个例子 给大家读一下 N KUNUN TONTO EBUN KITABUN SALEMUN 好的 那么 这是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在语言规则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在语言交流过程当中 常常我们就是让人觉得我们是一个外语学习者 而不是本土人 并非出现在问题并非出在这个字母 每个单独的字母发音上 或者说甚至是语法或者构词浅其造句上 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教读当中 这个语音语调上的区别 其实简单来讲 我们都知道粤语和就是所谓的白话 和我们的普通话之间 虽然在发音上面 比如说它有那个评字音不同 数量也不一样 但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觉得 或者说不是根本 而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 就是它的音调 语音是不一样子的 那么这样子相比而言 对于外语也是一样的原因 所以对于这个关于重音 或者是音调的掌握 大家还是要予以重视 那我们就下个节目再见